若有所思的表情 凝重的脸色 傍晚六点 谢系子力宾的交集与不安 在票开到一半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大势已去 我每一张票 我都非常亲爱的感谢 但是我相信 赞兆在这条子的路 我们可以继续回到丁丁 人在办公室的谢长廷 此时决定采用幕僚 乘上来的败选改言 向支持者致歉 这的确是个矛盾的夜晚 高雄的胜利是对谢长廷的肯定 而台北的失败 却是不可承受之重 这边的选计呢 我算求人得人 我就开始成当的时候 我就说 我要承担责任走长路 在这个过程中 我学习很多 我学到很多 我学到说 爱国家乘客 爱国家团结 爱真正 认真去听 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民众 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记忆 他们的尾困 谢长廷的败选敢言 说来敢信 台下的支持者 早已热泪满营 人民的声音 谢长廷听到了 但从市议员 立委 高雄市长 行政院长 这一路走来 就属这一战最难打 谢长廷历竞中求胜 打出比四年前 民进党全胜时期 还要好的成绩 这位台湾长功 人民不会忘记 谢谢大家 市长 因为把这件事情 当作一个选项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是 还行的时候 不是要 想要再去 抢什么位置 这样是人民会唾弃的 最想休息一下 最想休息一下 民事新闻综合报告